近日浙江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 省内避暑游迎来了高峰 多个景区不断发掘清凉经济 进一步拉动旅游消费 位于渠州市的紫威山国家森林公园 近日热闹非凡 游客们乘着橡皮艇顺流而下 一路山清水秀 格外清凉 水也很清 很凉快 暑假带孩子来玩很好 连日来 武艺寿仙谷景区 文城大岳湾生态休闲乐园等地 水上漂流项目 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来自我们周边的地区比较多一点 比晚年要有些增加温度势 除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室内冰雪乐园也成为避暑好去处 在台州绍兴等地的冰雪乐园 游客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多 游客们身着厚厚的滑雪服 从高空一跃而下 在雪道上进行滑翔 享受盛夏里的冰爽乐趣 为了更好的挖掘清凉经济 不少景区开启夜游模式 晚上七点 南西六栋山景区里花灯四海 这里常年18度 前来纳凉的游客乘凉闲聊 位于赏景十分惬意 永家南西江畔的音乐公园 游客市民席地而坐 吹着晚风 欣赏传统活舞表演 聆听乐队现场演奏 度过清凉浪漫的夏日夜晚